用言杀人 这样的案例实在很罕见 医生也很担心会有人模仿 被害女婴 香香的妈妈今天出面了 她说不愿意追究大嫂的犯行 也不去想判刑的轻重 只想把身体调养好 把香香再生回来 希望我可以自己把身体养好 再把香香再生回来 回响女儿遭受的痛苦 香香妈妈再度哽咽 一心只想再把香香给生回来 而杀人凶手竟然是自己大嫂 她不敢相信 我也很惊讶 我只是比较凶一点 这样就造成人家觉得 可能我要抢她的 我也很难过 因为毕竟我的小孩也是无辜的 香香妈妈自认和大嫂平时没有嫌隙 唯一有可能的是在大嫂的小孩 想看香香时 口气比较差的把他们给请出去 我也是站在一个母亲的立场 保护自己的女儿 不要再受到病毒感染 医师表示 成了一天 钠的建议摄取量是2400毫克 未满6个月 婴儿建议摄取值是400毫克 而这一次掺了盐巴的奶粉 每100公克里 含有高达6000毫克的钠 以一次冲泡30公克 一天泡8次换算下来 根本是婴儿建议量的36倍 大人都受不了的高钠量 小小婴儿哪有可能承受得住 我想根据那个文献查证 也从来没有发生这种事 经过媒体又披露 去办他 但是有心人士会来 那个他谋放 拿盐巴 杀害婴儿 医师直言 这种方法前所未尽 而同时爱你的乡下妈妈 则说会学着放下仇恨 未来会继续帮忙 照顾大嫂的两名小孩 有电TV蔡仲如登丽 台北报导